275 太陽報 補習名師4 誹謗新專家證人被拒 2015年7月18日講文A16 本報信 中文科補習名師張欣欣 去年被活學教育停課後 於其Facebook專頁發表一篇文章 結果被活學教育控告誹謗 案件去Facebook作於高院提訊時 將向法庭申請傳召領南大學一名中文科講師 就涉判文章的含意提供專家證供 令案官指出涉判文章指示普通中文業V 駁回章的申請 並下令將要支付800元重費給對方 被告張欣欣作親自陳詞提出申請 將表示 涉判文章並非針對原告 即經營活學教育的活學有限公司和佳因有限公司 但原告對該文章卻有不同理解 故張希望能傳召專家證人作供 向法庭分析涉判文章的含意 令案官卻指出 涉判文章指示普通中文業V 而本案亦有別於升降機下罪引致傷亡之類的殺傷案 令案官表示 誹謗法旨要求法庭斷定文章在普通讀者眼中的一般意思 無需專家輔助法庭 故博徽章的申請 案件序7編號 HCA 2549-14 請按ерь給大家 前往日期錄 按親自有關 支持我 不知倫斤 在訓練 訴求法庭 冠軍 所有 和